先說回今天的即市走勢 昨晚美股大升恆生指數高319點 9點半期指做25,400 比昨日市場中高322點 現貨一開期指出了一條針 9點32分到25,318這個全日低位 外圍上升大動輪內險早段反彈 科技股全線列口高開後再向上夾 當中美團京東升勢最強 豪賭股全線列口高開後再向上爆 其餘個股大部分都升得不錯 期指夾了大約半小時 9點55分到25,588 上午高位 內地股市回吐 內險下跌 科技股高位整固 其餘個股變動不大 期指波幅收窄 十秒期收報25,477 食眼周飯回到外圍做好 內人內險變動不大 科技股繼續主導大市全線向上升 傳統版法普遍橫行 期指頭兩小時只有100點波幅左右 3點打後外圍再升後 期指終於向上突破 3點23分到25,629這個全日高位 收之前個股變動不大 期指波幅收窄 市場中期收報25,611 講下明天的個人即市策略 先講過市 昨晚外圍做好納指新高 香港科技品塊全線列口高 開始再向上升 昨日不需流出的美團即市被人掃上去 很早短都看不到即日有轉向的機會 個人IG即市都有出到post說過 在納指新高 騰訊高水底下 美團京東的確有更多水位上升 個人完全猜不到他們一日可以買單升至十多% 大市在多借個股大升下 期指造淡相對比較困難 加上美股依然強勢 所以沒有盈利下 估過也博厚為策 個人就不多建議了 今日主要是升科技板塊 傳統股沒有怎麼動 個人埋回收市後 進入少少 加上自己選下業績個股 可能會比這個水平開指數更大勝算 圖表來講期指頂底向上移 即日大部份時間都是橫行 然後收市前來一個突破 短線好像是離好 但留意4點打後現貨收市後 期指曾經向上升了100點之上 這裏沒有現貨成交支持 投資者假若覺得市會再向上升 不如想下會用甚麼板塊向上 在現水平再開指數好倉 短線來說直播很一般 即時見好倉位置不提供 即時見淡倉位置25640 加價50 即時見淡倉 即時位開倉位150點 假如開市突破相關位置 再重新部署 小編迪迪尼 除了見智飲水 見智早餐 還有見智站好 還有留言 還有分享 記得按下個小鐘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